无二世界新观点 外电竞选单元 今天要淡定之急 全球最大再生能源发电厂 还要揭秘美国收行人器官 凭空消失之谜 无二世界新观点 我是蒋新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能源转型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治理推动能源转型 当然对我们台湾来说也不例外 非常熟悉这个名词 那么有没有他山之史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他们所打造的一座 堪称是全球最大的再生能源发电厂 他们说能够把境内 大约是五成的垃圾 都把它转化成能源 废物变黄金的意思 那么透过这样的转化之后 可以为13万户的家庭供电 专家也表示说再生能源 现在俨然已是全球的趋势了 垃圾焚烧发电 比送掩埋厂是更为的环保 而且焚烧炉底渣过滤之后 这个炉底渣还可以拿来修建道路 这里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最大的 再生能源发电厂 克拉克表示这座能源厂规模之大 且产生的电力 足以公约13万户家庭使用 这座能源厂规模之大 水雾处理由别于其他地方效率更高 我们在生电力量较为34% 比较高的水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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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缓的问题 除了垃圾制造能源 废弃金属和焚烧炉的底渣 过滤掉有毒物质后 可用来修建道路 专家认为利用垃圾发电 是管理废物和应对气候危机 更永续的方法 废物在利用 也是各国政府和企业 都在努力的方向 只是人类消耗和浪费的东西 实在太多 联合国最新粮食浪费指出报告 2022年超过10亿顿食物被丢弃 价值超过1兆美元 其中60%的浪费来自家庭 餐饮服务或餐厅占28% 零售业则占12% 而平均每人每年浪费掉 79公斤的食物 是一种市场的货围 房间的货围 到商店的货围 到我们的房间 我们的货围 是货围在货围 上的货围 是因为它们不太正正的 是因为货围 是因为货围 所以不太正常的 因为它们不太久 可不太远 在客围 或是在客户 人家的运动 是真的一种 這不只發生在富裕國家 因買太多吃不完而浪費 貧窮國家也因無法好好保存食物 或在運輸過程中食物變質被丟棄 更想不到的是 糧食浪費造成約10%的碳排放量 更是航空業的5倍助長氣候危機 導致生物多樣性嚴重喪失 如何減少浪費或讓廢物有效循環 再利用有業者從穿的方面著色 三杯咖啡的咖啡渣加上五個塑料瓶 就可以生產成一件衣服 有業者以咖啡渣和塑膠瓶製成環保T恤 並稱這些T恤不但快乾抗皺除臭 還能阻擋紫外線 那我們是把咖啡渣回收了以後 把它研磨奈米化 奈米化以後 那個塑料瓶回收以後 整個變成那個聚子纖維的纖維粒 然後把它研磨掉 以後跟咖啡渣混在一起 廢物利用轉化成新能源 已是全球趨勢 各國都在力拚找出一套制神公式 《華爾新聞》 綜合報導 好 不過接下來這個故事 你不知道該說是 怎麼會發生這麼離譜的事 還是聽起來其實有點恐怖 有點毛骨悚然呢 美國傳出了在阿拉巴馬州 他們的獸型人 遺體裡頭的器官 竟然是不翼而非 而且還不是單一個案 現在傳出總共有7名獸型人 他們的家屬領回遺體之後 發現遺體裡的器官 怎麼都憑空銷射呢 家屬當然氣炸了 他們說我們的家人 可是他們很確認沒有簽書 所謂的器官捐贈卡 但是為什麼 當他們領回遺體的時候 發現很多器官都不見了 是誰把他拿走了 誰又可以這麼做呢 現在家屬非常生氣說要提告 可是告誰呢 到底是誰做的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就來幫他們一路追查 結果竟然發現是醫學院 為了教學實驗 所以摘除 而且還保留了 這一些獸型人的器官 甚至還有學生出面爆料 說教授跟他們談成過 很多拿來做實驗的器官 其實都是來自獸型人 原因是因為 他們身上的疾病多 是最好的教材 可是醫學院又是如何取得 而且這真的有經過合法授權嗎 在獄中死去的親人 被發現器官沒了 這還是殯儀館來點告知 遺體內器官不翼而非 只剩下一對眼睛 肚子 心 全部你的大腿都離開了 但他們為了你的決定 或是為了你 代表你的任務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囚犯死者家屬一路追查 多次聯繫監獄和負責監獄 解剖的阿拉巴馬大學博明 喊分校 最後好不容易取得聯繫 內容也被囚犯死者家屬 給錄了下來 我們沒有做過這個 我們沒有做過這個 我們沒有做過 他們的股票 要有的股票 對我們沒有做過 我們做過的股票 我們做過的股票 我們沒有做過 我們沒有做過的股票 我們沒有做過 我會告訴你這個 是因為 UAB是一堆教育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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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 我們沒有 合法 他身體 被拒絕 不可思議的是 這並非個案 一共有七名受刑人 死在監獄 器官都不宜而非 其中五名受刑人家屬 決定提告 這位家屬強調父親 從未授權他人摘除 或保留器官 最後他雖然拿回了 據說是父親的大腦和心臟 但有些器官不見或殘缺不全 CN調查更發現 冰藏業者說器官通常會裝進袋子裡 然後再放回體內 家屬欺詐了 現實並非如此 且這些囚犯生前都沒簽器官捐贈書 而阿拉巴馬州懲教署表示 不會授權或進行解剖驗屍 阿拉巴馬大學驗屍單位卻說 懲教署有批准並說獲得受刑人家屬批准 是他們的責任 CN在向當地立法機構求證 結果顯示合約協議可能違法 至於那些消失的器官 阿拉巴馬大學一份聲明表示 為了調查確切的死因 病理學家通常會保留這些囚犯的器官 在這之前阿拉巴馬大學醫學院的學生 就質疑學校未經同意保留某些囚犯的器官 其中兩名前醫學院的學生更爆料 教授坦承拿受刑人的器官當成教學樣本實驗 因為他們的身上往往有較多的疾病 如此一來能更容易觀察和學習 這要家屬怎麼接受 一直被蒙在鼓裡 接下來只能求司法還給他們公道 華新聞綜合報導 聽起來是不是真的還蠻像恐怖片的 遺體內的器官不翼而飛 而且還不是發生在第三世界國家 而是美國 你認為這起事件當中 最應該負責的是學校 教授 還是陳教授呢 歡迎留言一起來討論喔 我是蔣欣梅 我也是見新觀點 感謝你收看 我們下週見